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高達老母大作戰 我從東京回來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 在東京我拍了很多影片 很想和大家快點去分享 但回到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整理一下影片 究竟要將它剪成多少集呢 最後決定不如做五集吧 所以就用了時間去撿一撿影片 不是還未做剪 只是分類而已 所以我終於完成了 所以現在再拍一些介紹 今天是10月4日 下午的時間已經宣佈了 用緊急法去推行反蒙面的法例 所以我想盡快拍影片 快點回家 因為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事不宜遲 首先第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醒大家 Like Subscribe 不知道在這裡還是這裡 忘記了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給更多人看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我去了一番相 一番相 就有很多Foda 或者禮品 我隔了一個星期 我都未有人問過 未有人想要 未有人想賣 所以不如趁這個機會 送了它出去 送了它出去 大家記得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我會在影片裡 告訴大家 如何得到這些禮品 以及 如何得到這些禮品 送哪些呢 我會遲些再公佈 所以記得記得 一定要Subscribe 我的頻道 以及Share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 事不宜遲 首先第一件事 今天影片 其實主要是想給大家看 秋月圓 但秋月圓之前 我想說一說 在日本那裏 究竟買了什麼 這裡有些東西 我有個朋友 很喜歡這個 這個叫什麼 One Piece 我在找足夠的圖中 已經去過很多間 我想大廢 hinten 可能有三十堆四十間 每一間 去看 唯獨有一間 是買兩個 和味道杯免 好的遊穩 非常多 很多 believer 可以捨ії 最愛補面 其實就是一個 禮品 沒有選擇 不太記得 總之我只 бр assert frase 變得 Там 非常美 所以 買了兩個杯麵 拿了Forda酒 完 C7是沒有了一番照片 你看看這個內蜜 可以生得好像很溫柔 還有葫芦頭有骨肉的 Machine 我朋友告訴我這個應該是Cross Over 這個是送給我朋友 同時間我買了 因為他很喜歡One Piece 我買了這個餅乾給他 有一個是露飛鋒面,買了兩包就算了 免得買太多 不過在日本也是130日圓 是不是130日圓呢? 總之是比香港便宜 香港現在10元其實我覺得是貴一點 應該大概是8-9元左右 不過anyway,有一吃又有一玩 不知道有什麼特別卡 拆了就算了 不關我事的 不過因為他喜歡 我不想 這麼多孤寒、手信 送兩塊餅和掃櫃包 不行的 所以我另外就買了這個 看不到樣子 這個就是草莫海盜團的一個 我不知道是鑰匙扣還是什麼 它會有一個彈弓位 下面應該可以加一個圈 抽鑰匙也好,抽什麼也好 勾鑰匙也好,勾什麼也好 有些人很喜歡阿伯 喜歡勾在腰上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2900日圓 重手價也挺漂亮的 所以就不要緊 這個也挺好 我又買了什麼給自己呢 看看 一番相片 送了一個盒子給我的 大家想看看我怎麼抽一番相片呢 記住記住 Like和Subscribe 因為應該是下段片 下段片就會出的 我買了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1000日圓 先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已經在使用了 這個叫PVC的 先問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PVC的章 它一袋已經是有一個底的 即是那些叫什麼 底面的魔術貼 底面的魔術貼 這樣還給你的 你回家就是 拔底的東西 就不知道 把自己的袋子放進去 就OK的了 而我本身的袋 因為有些 就是我背開軍銅袋 已經是有這些魔術貼的位置 我直接 貼這個東西上去就行了 因為這個 有勾這邊的位置 都已經是載好了 當然我有看過其他的章 其他那些 還會有一些叫 我們所謂的織花章 但是很難看 例如像智虎Logo 它的比例好像收窄了 而且那些針飾位很疏 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便宜一點 買這個就算了 那些有多少錢呢 大概是2000日圓 2000幾我忘記了 總之我覺得是不值的 這個算了 這個不錯 又不怕濕水又成的 所以我就買這個給自己 另外呢 看看 這裡就是抽一番相 那些剩下的飛尾 有些人說 入這些標誌 再入網址登記 還有獎抽 我有個住日本朋友 就說 永遠都不會有人中 這些不知為何 所以就有它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 什麼 只是台場才有得抽的扭蛋 那就是 unicorn 我看到香港有人放 一套四隻 不知道放多少錢 一 一個post 一出來就馬上沒有了 所以 我都幾恨 我都幾恨要的 但這隻不是我抽的 是我朋友 看到我很想要 哈哈 但我又不捨得抽 其實我不是不捨得抽 我呢 我呢 只是想要那隻 那兩隻特別版 因為它的特別版 要我開來給你看 那 我不是不捨得抽 是我 只是想要特別版 所以它就抽完 抽完就送了這隻給我 所以我很多謝這位朋友 Kenny 特別名謝他 那這條影片呢 在介紹抽完之前 我一起跟大家砌一下這個 這樣 剛剛說了什麼 透明版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裡面的說明書 1 我這一隻應該是 紅骨 我這一隻是紅骨 即是101 這一隻 然後2 就是綠骨 3 透明紅骨 4 就是透明綠骨 我想要這個 算了 我覺得有就算了 看看後面有什麼 其實有沒有教你組的 沒有教你組的 那試一下 看看組不組得到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這個 跟 什麼 阿修Kingdom 阿修Kingdom 這樣 嘩 很長 很長 OK 應該 露殘也組成了吧 即是我說我自己露殘 我意思是我說我自己露殘 都應該是會組的 都應該不太難組的 組了這麼多年 沒理由這麼簡單的 不會組的 好 接著呢 動不動到的呢 動不到的 硬生生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造工 裡面那個 塗裝都是相當不錯的 我覺得 看看站不站到 我有點害怕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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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 是不是這樣的 哈哈 對比抹得這麼大 那不是很大對比嗎 站不上 哦 哦 是這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再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的 Unicorn Gundam 就是這樣 就要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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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 嘖 一聲剪的 哈哈 那就是糟糕了 這條是容易剪的 不是開玩笑 是有點難度 是要剪的 可能要再修修口 會好些 先看看 我是怕剪後面的兩條 哎呀 還是不太行 哦 太 那些水口位太多 哎 找個好多的方法 何必那麼辛苦 應該少少的夠了 對啦 OK 大致上是這樣的 兩隻手 只差兩隻手 哦 是有少少勁鑾的腳 我想呢 找風筒吹一吹會好些 那或者說呢 將它 叫做什麼 拆解了它 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呢 這隻 這隻 扭彈就已經完成了 哈哈哈哈 站不上啊 站不上啊 對了 真的有料到 這個扭彈 多少日圓 500日圓 好像要 那算了 站不上 我遲些試想想辦法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好了 事不宜遲 那我們呢 立刻去秋葉園 看看 有沒有東西看 看片 不知為何呢 在這個秋葉園 好像擋失路一樣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去到這些那麼邪惡的地方 這裡呢 據聞呢 有很多 中古店啊 玩具店啊 模型店啊 什麼店啊 物店啊 那我現在要找的一番相 呢 除了在Gundam Cafe 有之外呢 暫時都還未找到 但是來了這些那麼邪惡的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怎樣繼續走下去了 所以呢 唯有繼續走 這些呢 真是不知道什麼鬼地方來的 那呢 今早就要下飛機呢 是 即是 日本時間 早上五點鐘 然後又沒有 沒有酒店房 然後呢 又要來到這些地方 那裡 冒著被放血的危險 唉 都不知道怎麼辦 救命啊 我想呢 現在呢 就衝進去這裡看看究竟有什麼 來到秋月園 怎麼會不看模型呢 那這裡呢 我相信應該是一些RG 即是二手模型 那 譬如這兩隻做得挺漂亮的 下了水貼 三 即是上賣色的 三千Yen 三七二十一 對了 RG就沒有這麼划 但是呢 如果有些AMG呢 其實是挺不錯的 好像這些大魔物 六千Yen 六七 七 七六四十二 四百五十塊 游到挺帥 那 這一隻 其實我給這隻 吸引了這個貴的 這隻呢 都是六千Yen 那它應該是齊件的 還有那些 那些 那些 手 那 挺好的 弄得不錯的 另外 渣古 後面的 紫色的 其實都是四千Yen 反而呢 這隻呢 最舊的AMG version 1 它是七千Yen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 它這個 油顏色呢 就有得 叫做 平實一點 可能就貴一點 那 那 渣古1 其實也有得不錯的 都是五千Yen 這隻呢 真的便宜得緊要 三千Yen 不過呢 它就 躺下了 就是這樣 其實 在捱弓 撞了牆 可能呢 那個價位實在太鬆了 但是應該是齊了 那 後面 那隻 那幾隻 都可以看到少少價錢 那 都不錯 這裡買些 就是 有些是會油顏色的二手 其實都不錯 我尤其喜歡這隻 後面那隻 鐵頭 油得幾漂亮 六千Yen 這裡呢 就在秋月園 某個地方 那樣 好 讓我繼續為大家報道 我們不再去看 超級的 最多的 在這裡 北京 北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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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